開始了嗎? 嗨,大家好,我是傅彥塔 我是劉怡恒,你不用出門 我們帶你看最多的台中中部 中部地區最多的不動產房地產土地房子 這裡是南投足山 我們看之前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按個讚 這樣才知道我們有最新的上片的訊息 當然啦,我們就是會盡量拍得仔細一點 讓你免出門 只要在家裡面看電視或者是滑手機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有喜歡有適合 想要再進一步的了解的話 麻煩你們跟我們約時間 我們就帶你到現場了 或者是打個電話給我們 我們可以傳一些比較詳細的資料給你 對,你剛剛提到我們現在是在南投的珠山 珠山,紫南宮附近 你知道南投的珠山最有名的是什麼嗎? 就紫南宮 不是只有紫南宮 好,好 還有安仔街 那還有呢 這裡有一個農地加建地很便宜 低於石家登陸 對 你如果要找低於石家登陸的東西 一定要往鄉下走 最多了,最多低於石家登陸的 因為喔 市中心一定都是一直在漲 對啊 偏鄉地方比較不會漲 可能漲的比較慢 甚至還有機會可以找幫你找到 C魚行情石家登陸的 的物件 可是呢,這裡說偏僻呢 其實它不會偏僻喔 因為它這邊接近紫南宮 而且接近紅的 而且它附近有秀傳醫院 對 離國道3號的交流道也很近 四分鐘 六分鐘 等一下我們帶你走一次 直接帶你去紫南宮 哈哈哈哈 那我要拿包包耶 沒有啦,我們要開車啦 嚇死我 開車四分鐘,不是走路 那我們現在站的位置呢 這個呢,是它的路進來 你看 它是 它其實算五尾巷了啦 五尾巷這邊的一塊建地 它的地坪喔 肉茶這一塊肉茶六十一坪 對 六十一坪 然後它的建幣率 它是假建 建幣率是60 容積率240 所以它可以蓋很高喔 它可以蓋四五層樓高 而且 它這個六十一坪 你可以蓋兩戶 可以蓋兩戶 它是大面寬 十八米的大面寬 你可以蓋兩戶 這麼大喔 你站這邊,我站這邊 這裡 蓋兩戶 你如果願意的話 蓋三戶也是可以的啦 就會比較小尖 它深度是十米 深度只有十米 如果蓋三戶的話 你大概只能做新加坡式的 一間二十坪 一間二十坪 做新加坡式的 陸地磁分呢 就是指的 應該是這一條 那我們陸地磁分有十一坪 它這邊旁邊有水溝 有排水溝 所以建築線跟搭牌都沒有問題 而且陸地也沒有問題 陸地有磁分一直到外面 而且陸地也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有陸地磁分 然後這一塊建地多少錢 七百幾 七百三十八萬 好,那你覺得七百三十八萬很貴嗎 如果只有建地當然貴 我們還有一塊 一大片的農地 五百三十坪 三面淋路 為什麼三面淋路呢 這邊淋路 這邊淋路 然後 這邊也淋路 還有旁後面那邊 這個是私人路 這一條就是私人路 這一條是私人路 那我們從那邊過去看看 那這邊 一點都不寂寞 因為這邊很多住戶 住宅區 這邊也有住宅 那邊也有住宅 你後面也有住宅 旁邊也有住宅 這一條是吉山路 五百三十坪 很大一坪 還有很多 他種了羅漢松 還有很多果樹 果樹也蠻多的 知道這一塊農地 到哪裡嗎 基本上他有 這一條路 一直到那邊 到這邊 電線桿那邊 我們剛剛這整片都是 它裡面種很多果樹 至於是什麼種類的果樹 我就不清楚了 可能 留給你們自己 來 來 來看看了 這邊有一條路 這就是你所謂說的三面林路 對三面林路 我們繞一下 這個農地五百山非常大一片 我覺得比 可能光這個農地就有七百多萬的價值 對啊 而且現在是農地加建地喔 對啊 加上建地又可以蓋 你看這一片 我覺得很不錯 哇 我喜歡這裡 對啊 我喜歡那個 你看 這個 好漂亮喔 同事開發回來喔 我們眼睛為之一亮 這應該是秒殺箭 希望有機會可以賣這一塊 雖然這個價錢沒有很高 這條路是私人路 可不可以過我就不曉得 但是 但是它是包 我們 我們 我們旁邊那一條 主要道路是可以通行的 是沒有它大概五六米的路 包含這邊也是我們 到圍牆 對 到圍牆這邊 就是狗在趴在上面的那個圍牆 對 好喔 因為我們 我們是陌生人 所以這些狗當然會叫 別人家裡我們就不進去了 對啊 好 這一整片都我們的 530坪 好 我們就包圍在這三條路中間 好 那兩條私人路 一條公用道路 公用道路通行是沒問題的 所以不用擔心路犬 所以農地跟建地不用擔心路犬的問題 對 那剛剛你有提到了 建地有大牌 然後呢 也有自己的路 所以指定建築線是沒問題的 對 那這個農地 其實啊 如果你要的話 還是可以申請資材式的 它是屬於特地農業區的農地 所以它有關鍵的這種水溝 如果說你想要拆開來賣 那是不可能的啦 你拆開來賣 沒有啊 它一定要一起賣 對啊 你拆開來賣怎麼賣啊 剩下農地就不好賣啦 對 所以你也不要來問我說可不可以分開來賣 就是在一起 地圖在一起 年紀已經大了 而且已經很便宜了 700多萬而已 對 七八十歲了 它不想再做 因為說500多品的那個農地是很累人的 你剛剛查一下這個是農地是什麼 特地農業區啊 這整片裡面都是種果樹 各式各樣的果樹 我們的間地就在這邊 然後還有做這個網子 它做這個網子就比較不會長草 對啊 長渣草 我們間地在裡面 對 那你把車開出來了 好喔 我再繞一下 等一下 車子開出來之後 我們往那個方向 我有導航了 我有導航了 然後 帶觀眾繞一下 它旁邊也有 這也是排水溝 那我剛才看一下 這裡 農地是沒水沒電 它沒有 它沒有電 它沒有申請用電 那可能就是等你那個 如果建地有蓋房子以後 就會申請自來水跟用電的時候 看有沒有機會把水電拉到這個農地來用 那因為 因為 為什麼可以拉過來 因為我們有陸地磁分 我們有陸地磁分有11坪 所以我們有管線的開挖權 就是等你房子蓋好之後 直接從這個磁分陸地 買管線 買在底下 拉到這個農地 那你問說 那這個陸地呢 這個陸地 基本上有一半 退縮我們的農地做路的 所以 拉管線出來 是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的農地 跟這個陸地磁分 是相銜接的 所以拉管線保證不會有問題 還有這個排水溝 排水溝 我們都可以搭排 所以建築線拉水電 這都不會有問題 幫我拉一下安全帶 那我們實際走一趟 這個人的路況 這個大概是五六米的路 有些地方是可以 大部分是可以匯車的 所以 這路況還蠻好走 這都柏油路 然後我們出去 那個大馬路 只有幾百公尺 好 好像走錯 應該說的是走後面那一條 兩條都可以 兩條都有同 它這個路都是活路 四通八達 不用怕走錯 這邊的路還沒有剛剛那條路 漂亮 沒關係 但是這邊我知道 這一條大馬路 出去 右轉 右轉 右轉就是往那個 國道三號的交流道 我們會先經過秀船醫院 然後就會經過 就會到國道三號交流道 這一條 這一條 這條是那個 向左轉 吉山路一轉 這一條是吉山路一轉 右轉就可以到秀船醫院 跟那個 國道三號交流道 那左轉就是往指南宮 左轉就是往指南宮 這是神道 神道三號 神道三號神道 這個是社寮國中 這個是社寮國中 社寮國中 旁邊是安阿雞 整排都是安阿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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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神道三號 所以交通非常的便捷 有秀船醫院 有國道三號就有到 去指南宮拜拜也方便 然後餐廳也很多 來非常多的餐廳 都是很多店面 然後這邊就有馬上就看到一間全家了 我們大概在一兩分鐘就可以到指南宮 這邊就是指南宮做到 通常年節的時候 然後這邊都要大排長龍 都會排到這邊來 這邊就指南宮了 我們已經到了 佔200公尺處 目的地積集在您的右手邊 那因為現在不是假日 所以車子比較少 但是其實也不少車 現在是下午2點半 指南宮到了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那個 指南宮的大門口 5秒就是指南宮 哇賽好多人阿 對啊 非假日也這麼多人 很多那種開店面的 就是從商的 或業務員阿 最喜歡來這邊 對 那現在怎麼辦 找地方停車 右轉 哇賽 那邊就是他的 那邊拜拜的宮廟 好 我們進去停車 好 那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 我們 你可以看 真的是很快 兩三分鐘 三四分鐘 就到指南宮了 然後 你如果對這塊 農地家建地有興趣 趕快跟我們聯絡 這個應該是 我覺得是秒殺 如果 宣傳的夠廣的話 應該是秒殺的 那如果說你們 還是不喜歡這個物件 沒關係 趕快 加入 搜尋我的頻道 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那請訂閱 按讚分享 如果你朋友有在找的話 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如果有成交 我們都會分 我們 我們所賺的錢 如果這一炮 賺三十萬 我就分你十萬 如果這炮 賺 賺 九萬 我就分你三萬 我們是這樣分的 那 記得一定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隨時就會了解到 我們有什麼時候有發新的物件 片子 OK 拜託你們繼續支持我們 謝謝 加油努力 謝謝你們支持 拜拜 拜拜